起 物子 公元328年 至 庚寅 公元330年 一共四年 晋成帝贤河三年 物子 公元328年 春季 正月 温教来救援健康 屯军寻阳 寒慌偷袭在慈活的司马流 司马流素来怯懦 临战时吓得吃烤肉不知道往嘴里放 结果兵败身死 丁卫28日 苏骏带领祖焕 徐柳等势众二万人 渡过横江 登上牛主 屯军于领口 朝廷军队抵抗旅败 2月 更须 初一 苏骏到达蒋陵的复丹山 陶回对宇亮说 苏骏知道石头有重兵束手 不敢直接前来 必定从小担扬难道 徒步前来 应当埋伏兵重劫机 可以一战擒祸 宇亮不听 苏骏果然从小丹阳前来 因迷路 夜间赶行 军队各不混乱 宇亮听说后才敢后悔 朝廷世人因京城危急紧迫 大多前走家人向东避难 只有左卫将军刘超 却把妻子儿女迁居攻媚 朝廷下诏 让汴湖都督大衡以东军事事务 与世中中亚率领郭默 赵燕等人的军队与苏骏在西陵交战 汴湖等人大败 死伤数以千计 秉晨 初七 苏骏进攻清西炸 汴湖率领各路部队拒敌 无法阻止其攻势 苏骏成风式纵火 烧毁朝廷的台省吉诸迎四官署 一时间荡然无存 汴湖背部的臃肿刚好 伤口尚未愈合 支撑着身体率领左右侍卫苦战至死 两个儿子变和变虚跟随在父亲身后也附地战死 他们的母亲抚摸着尸体痛哭说 父亲是忠臣 儿子是孝子 还有什么遗憾呢 丹阳引阳曼领兵束手云龙门和黄门侍郎州道 卢江太守陶瞻都战死 宇亮率势众准备在宣扬门内截阵 还没来得及排成队列 势众都弃甲逃跑 宇亮和兄弟宇义 宇条 宇义吉敦墨 赵燕都逃奔寻扬 临走时回头对中亚说 以后的事情深深拜托了中亚说 护梁折断 乌传崩毁 这是谁的过失呢 宇亮说 今天此事不容再说 宇亮乘坐小船 乱兵竞相掠夺抢劫 宇亮的左右侍从用剑射敌 结果误重船上舵手 应声倒扑 船上人都大惊失色 准备讨散 宇亮安坐不动 缓缓地说 这种手法怎么能让他射中寇贼呢 大家这才安定 苏俊的军队进入台城 司徒王岛对市中处说 皇上应当在正殿 你可发令让他急速出来处立即进入内室 亲自抱着城地登上太极前殿 王岛极光路代付陆业 寻松 上书章一同登上玉床 护卫城地 人刘超为右卫将军 让他获中雅 处势立在左右 太长孔云则穿着朝服守护宗庙 当时百官逃奔离散 宫殿 朝省悄然无声 苏俊的兵重进来后 斥令楚让他退开 楚政力不动 呵斥他们说 苏俊来觐见皇上 军人岂能侵犯逼近 因此苏俊的士兵不敢上殿 冲进后宫 宫女及太后的左右士人都被掠夺 苏俊的士兵驱赶百官辅劳役 光陆勋王斌等都被棍锤鞭挞 命令他们担着担子登降山 又拨光成年男女的衣物 这些人都用破席或山草自相遮掩 没有草席的人就坐在地上用途把自己身体盖住 哀哭号叫的声音震荡于京城内外 当初 孤俊被攻陷之后 尚书左城孔毯对人说 看苏俊的势头 必定会攻破台城 我从来不是士兵 不需要军服 等到台城被攻陷 穿军服的人大多死亡 不着军服者倒没什么 当时官府拥有不匹二十万匹 金银五千斤 钱亿万 卷数万匹 其他物品价值与此相当 苏俊尽数耗费光 掌管皇帝饮食的太官只有用大火烧剩下的数十两米 以攻成地御膳 有人对中亚说 你秉性诚信坦直 必定不被叩仇所容 何不早做打算 中亚说 国家的货乱不能匡政 君王的危待不能挽救 各自顿逃 以求免货 这还怎么当人臣呢 丁四初八 苏俊缴称赵令大赦天下 唯有羽亮兄 帝不再赦免之列 认为王岛素有德行和名望 还让他保持原职 位居自己之上 祖约任世忠 太尉 上书令 苏俊自任票棋将军 陆上书氏 徐柳任丹阳尹 马雄任左卫将军 祖焕任萧棋将军 易阳王司马拜见苏俊 称述苏俊的功德 苏俊又让司马当西阳王 太宰 路上书氏 苏俊派兵进攻吴国那时宇兵 宇兵抵挡不住 放弃郡国逃奔会计 到浙江时 苏俊重赏搜捕他 十分急迫 吴国的侍从 门族带领宇兵进船 把他用卢席覆盖起来 另笑着摇动船江逆流而上 每逢遇到巡查哨所 就用仗扣机传身说 何处寻觅宇兵 宇兵就在这里 众人认为他喝醉了 毫不怀疑 宇兵因此幸免 苏俊让世中菜摩出任吴国内侍 温教听说健康失守 好逃痛哭 有人前往探问 也是相对悲弃 宇亮到巡言后 宣遇太后诏令 任温教为票其将军 开辅一同三思 又授予徐州刺史 西建为司空 温教说 今天应当首先剪灭叛贼 尚未建功 却先受官 还怎么示范天下 于是推辞不接受 温教素来看重宇亮 宇亮虽然战败奔逃 温教却更加推重奉承他 分出部分兵力交给宇亮 后召实行大赦 改年号为太和 三月 丙子 遗物 与太后因忧仇驾崩 苏郡向南屯兵于湖 夏季 四月 后召将领石刊公晚 南洋太守王国投降 石刊随即进宫 驻于淮水岸边的祖约 祖约不将陈光发兵攻击祖约 祖约的侍从沿途 相貌与祖约相向 陈光以为是祖约 把他擒获 祖约越强逃脱 陈光逃奔后照 人参 二十四日 明目皇后入葬五平陵 宇亮 温教准备起兵讨伐苏郡 但道路阻断 不知道健康的消息 适逢南洋人范汪道巡洋 说苏郡政领混乱不一 贪婪强暴 肆无忌惮 已显现出灭亡的征兆 虽然暂时强大 但很容易转化为弱小 朝廷到了千军一发的危急时刻 应当及时进攻讨伐 温教身以为然 宇亮征兆范汪 未参护军事 宇亮 温教相互推举对方为盟主 温教的堂弟温冲说 陶侃职位重要 兵力强盛 应当共同推举他为盟主 温教便派遣都护王千七到荆州 邀请陶侃和自己同赴国难 陶侃仍然因为未能参与接受遗诏 怀恨在心 回答说 我是首束边疆的将领 不敢逾越直分 温教多次劝说 不能使他回心转意 温教于是顺应陶侃的心意 派使者对他说 人公暂且按兵不动 我当先行尽讨 使者出发已有两天 平南参军行阳人毛宝出使别处归来 听说此事 劝说温教说 凡事干大事 应当和天下人共同参与 军队取胜在于何同 不应当有所别意 即使有可疑之处 尚且应当对外表现出无所察觉 何况是自己显露离心呢 应当急速追回信使改写书信 说明一定要相互应从 共同进发 如果赶不上先前的信使 应当重新派遣使者 温教心中醒悟 当即追回使者改写书信 陶侃果然应许派都护公登率军建温教 温教有势众七千人 于是列明上城上书 陈述祖约苏郡的罪状 传告各地方长官 撒泪登上战船 陶侃又召公登回来 温教给陶侃写信说 军队能进不能退 能增多而不能减少 近来已经将习文传播于远近 承告您的盟府约定下一次半月十分大举兴兵 各军军队都已上路 只等您的军队到达 便一同进发了 您现在把军队召回 使远近之人感到疑惑 成败的根由便将决定于此 我才能浅薄却责任重大 实在需要屏障您的厚爱 遥遵您的成规 至于说到率先起行充当先锋 我不敢有二话 我与您如同首尾相畏 唇齿相依 唯恐有人不理解您高深的意志 将会认为您不急于讨伐叛贼 这种舆论一旦形成 则难以弥补 我和您都担负着地方统帅的职责 安危休期 按理应当共同承受 况且自从最近交往以来 来往频繁 情深义重 一旦有急难 也希望您率兵相救 何况是国家的危难呢 今天的忧患 岂止是我这一周 文武百官 谁不对您启足巧手期待 假使此周保不住 祖约苏骏在此设置官长 惊处西部临近强大的狐寇 东部与叛贼相连 再加上连年激紧 将来的危待 就会远远超过此周的今天 宁靖 当会成为大晋的忠臣 与齐桓公 晋文公的功绩相辟 退 则应当以慈父的情爱 拒绝爱子被杀的痛处 如今祖约 苏骏凶逆无道 造成的罪念震动天地 人心一致都切齿痛恨 现在的进攻讨伐 犹如以石头卵罢了 倘若在召毁军队 这是在几乎成功之时 自己制造失败 期望能深切体察 我所说的这一切 王千七对陶侃说 苏骏是豺狼 如果让他得志 天下虽大 您难道能有立足之地吗 陶侃深深感悟 当即穿上作战服装登船 儿子陶瞻的丧礼 也不参加 日日也艰行赶来 西建在广陵 孤城缺粮 挨尽胡寇 人心不稳 得到诏书后 当即流着眼泪逝逝 来复国难 将士们人人奋勇争先 西建派将军夏侯长等 威行前来对温教说 有人听说 叛贼准备胁迫天子 向东道汇集 应当事先设立营帐壁垒 占据要害之地 即可防止他逃逸 又能切断叛贼的粮食运输 然后再兼毙轻眼 作戴叛贼 叛贼工程不能取胜 旷野又无所劫掠 东边的道路既然阻断 两米疏运自然断绝 必定不占自愧 温教认为很对 五月 陶侃率领势众到达巡阳 论者都说陶侃准备诛杀雨量 向天下人谢罪 雨量甚为恐惧 便采用温教的计谋 去见陶侃叩拜谢罪 陶侃大吃一惊 制止他说 雨原归竟然来叩拜我吗 雨量援引过错 自我责备风度举止很不错 陶侃不知不觉放心开怀 说您当年善修石头城来对付老夫 今天到返来见我有所求吗 随即和他谈笑艳影一整天 便与雨量温教一同赶赴健康 共有士族四万人 惊其延绵七百多里 争骨之声震动狭尔 苏俊听说西方起兵 采纳参军贾宁的计谋 从孤暑返回占据石头 分兵抗拒陶侃等人 一位十八日 苏俊逼迫成帝迁居石头 司徒王岛极力争辩 苏俊不听 成帝哀哭着登上车鱼 宫中一片痛哭 当时天下大雨 道路泥泞 刘超 中亚徒步是从于左右 苏俊给他们马匹 也不肯乘坐 悲哀慷慨 苏俊听说后 憎恶于心 但没敢杀害 苏俊让亲信许方等人 不认司马都 殿中坚等职 对外说是素卫 对内其实是防备 刘超等人 苏俊用库房 作为成帝攻势 每天在成帝面前 大放厥词 刘超 中亚和右光路 代付寻松 金子光路 代付画衡 上书寻碎 市中丁坛 市卫随从 不离成帝左右 当时因积锦 米家昂贵 苏俊赠送问卫 刘超先毫不受 朝夕不离成帝身边 行臣子礼节 欲加恭敬 虽然处于困恶之中 刘超 仍然为成帝启蒙 讲授孝经和论语 苏俊让左光路 代付陆业 守卫进城 逼迫居民 全部聚居在后院 让匡述聚首院城 尚书左城孔坛 投奔陶侃 陶侃任他为掌使 当初 苏俊派上书章 暂时督察东部军事 司徒王导 密令他用太后 赵书 遇事三五的官吏市民 让他们发动一兵 救天子 惠基内使王书 让与兵任行分武将军职 领兵一万人 向西渡过浙江 于是吴兴太守于坛 吴国内使菜模 袁一兴太守顾仲等人 都发兵响应 于坛母亲孙氏 对于坛说 你应当舍生取义 不要因我年老受托累 尽数遣送自己的家童从军 点卖自己的耳环配语 作为君子 菜模认为 宇兵应当恢复 吴国内使的就职 便离开吴国 把职位让给宇兵 苏俊听说东方起兵 派部将管商 张剑 洪辉等聚敌 于坛等人和他们交战 护有胜负 不能前进 陶侃 温教屯军于茄子谱 温教因南方士兵 熟悉水战 而苏俊的士族 则已不战建长 便下令 将士有上岸的处死 适逢苏俊赠送 两米一万湖给祖约 祖约派司马环服等人相迎 毛宝率领一千人 当温教的先锋 告御士兵说 兵法说 军令有所不从 怎能掩剑可以攻击叛贼 却不上岸攻击呢 于是擅自前往偷袭环服 尽数截获两米 斩首万人左右 祖约军队因此饥饿缺粮 温教上表推荐 毛宝任卢江太守 陶侃表见王叔 监察浙东军事 于坛监察浙西军事 西建都督扬 扬州八郡诸军事 令王叔 于坛都听从西建的调度 西建率士兵渡过长江 与陶侃等在茄子浦会合 雍州刺史未该 也领兵相会 秉晨 遗物 陶侃等人的水军 直指石头 到达菜州 陶侃屯军察浦 温教屯军沙门浦 苏骏登上烽火楼 望见敌方势众之多 面有聚色 对左右侍从说 我本来就知道 温教能的重心 于亮派都护王璋突袭苏骏的门党张耀 反而被张耀击败 于亮送去福洁向陶侃谢罪 陶侃回答说 古人曾三次遭拜 您才有二次 不过当今形势急迫 不能刺刺这样 于亮的司马 陈俊仁因荣去见陶侃谢罪说 这是于将军造成的 不是我们出的主意 王璋来后则说 这是我自己造成的 于将军不知道 陶侃说过去燕荣是君子 王璋是小人 现在王璋是君子 燕荣则是小人了 宣承内使还仪 听说京城失守 慷慨流泪 禁军囤住京县 当时周俊大多派使者 向苏俊投降 避讳又劝还仪 应当暂且与苏俊通使 以舒缓将会交织而来的灾祸 还仪说 我蒙受国家的重恩 按道义应当笑死 怎能忍受耻辱和逆臣通使问卫 如果事情不能成功 这就是命了桓夷派将军于仲 驻守蓝石 苏俊派部将韩晃攻击 于仲将要战败 左右侍从劝于仲退军 于仲说 我蒙受桓供厚恩 应当以死报答 我不能辜负桓公 犹如桓公不辜负国家 于是立战而死 韩晃进军攻打桓夷 六月成被攻破 还一辈秦货 遇害 各路军队刚到石头 就想和苏俊决战 陶侃说 叛贼气势正盛 难以与之争锋 应当待以时日 用智谋战败他 此后 多次交战 无所见数 监军部将里根 请求修筑白石磊 或陶侃同意后 连夜筑磊 至天明集成 传来苏俊军队 击鼓整队的声音 众将都惧怕 他们前来攻击 孔坦说 不会 如果苏俊进攻白石磊 必须等待东北方大 使我方水军 无法来救 今天天晴无风 贼寇必定不来 他们之所以整队 一定是派军队 由江城出击 攻略京口以东地区 结果果真如此 陶侃派羽亮 率二千人聚首白石 苏俊率部兵 骑兵一万多人 刺面围攻 未能攻克 王叔 于坦等多次 与苏俊军队接战失利 孔坦说 本来不必要 召来西建 结果使东门 失去防卫 现在应当派遣他回军 虽然晚点 还是胜过 不去陶侃辩令西建 和后将军郭墨 回军占据京口 建立大业 取阿 亭 三座壁垒 使苏俊兵力分散 让敦墨 聚首大业 人臣十五日 未该去世 祖约派祖焕 环府偷袭盆口 陶侃听说后 准备亲自领军回击 毛宝说 一军市仗您领导 您不能出动 我请求去征讨 陶侃同意了 祖焕 环府经过晚 顺势攻击 乔国内使环宣 毛宝前往救援 被祖焕 环府打败 敌剑射穿毛宝壁骨 插在马鞍上 毛宝让人用脚 踏住马鞍拔剑 血流满穴 毛宝回头攻击祖焕 环府 把他们打败逃跑 环宣这才得以脱困 归一温教 毛宝攻击在东关的祖约军队 攻取合肥术 适逢温教召请他 又回归石头 祖约手下诸位将领 私下与后兆勾结 许诺充当内应 后兆将领石聪 石刊领兵渡过淮水 进攻寿春 秋季 七月 祖约的市众溃逃 投奔立扬 石聪等掳掠寿春民众 二万多户返回 后兆中山宫石虎率市众四万人 从旨关西进 攻击前兆的河东 有五十多个县英从 石虎于是进攻扑板 前兆主刘耀派河坚王刘树 调遣低阻 枪足势众囤住在秦州 防备张骏和阳南敌 自己率领中外精锐的水 陆各军救援浦败 从未关北渡黄河 石虎畏惧 率军退走 刘耀追击 八月 在高后追上石虎 与石虎交战 石虎大败 石瞻被杀 尸体枕级达二百多里 刘耀缴获的军资上义 石虎逃奔昭歌 刘耀从大洋渡过黄河 攻击驻守金庸的石生 开决千斤的蓄水 烟灌他们 又分别派遣珠江 进攻吉郡和内 后召的行阳太守云举 野王太守张进等 都归降刘耀 乡国大为震惊 张骏整备军队 想承虚偷袭长安 李曹郎中所寻劝谏说 刘耀虽然东征 他儿子刘印 防守长安 不能轻视 即使小有所获 但如果刘耀放弃 对东方的图谋 回军与我方较量 霍南临头的时候 就难以预测了张骏这才罢休 苏骏的心腹陆勇 匡述 贾宁听说祖约败祭 唯恐事情不能成功 劝苏骏尽数杀死 司徒王岛等各位大臣 另外安置自己的心腹 但苏骏素来敬重王岛 不同意杀害他 陆勇等人便对苏骏怀有二心 王岛让参军袁丹 私下引诱陆勇 让他归顺朝廷 九月 务深 初三 王岛协同两个儿子 和陆勇一同逃奔白石磊 袁丹急元患的曾孙 陶侃 温教等人与苏骏长久相持不下 苏骏分别派遣多元将领 向东 向西攻伐劫略 多所获胜 一时人心恐惧不宁 朝廷世人逃到西军的都说 苏骏狡狭而有胆识 士族骁勇 所向无敌 倘若上天能讨伐有罪之人 那么他终将灭亡 如果只从人事方面来说 则不易减除温教发怒说 这是你们自己怯懦 却去称颂叛贼 等到多次交战不胜 温教也心有忌惮 温教的军队良进 向陶侃借梁 陶侃发怒说 你过去说不愁没有梁将和军梁 只是想让我出任盟主罢了 如今数战皆败 梁将在哪里 荆州与胡怡 蜀汉二敌接壤 应当对突发之事有所防备 如果再无军梁 我就想西规 重新考虑更好的办法 慢慢再来除灭叛贼 也不算晚 温教说凡是军队取胜 贵在邪同 这是古人的成功经验 汉光武帝横渡昆阳 曹操官渡取胜 以寡敌众 是因为屏障道义的力量 苏骏 祖约这种小子 兄弟的罪行滔天 何仇不灭 苏骏因屡次取胜而骄傲 自认为所向无敌 现今向他挑战 便可一股作气将他擒获 怎么能放弃马上便可获得的成功 做退却的打算呢 况且天子遭到幽禁 逼迫 国家危殆 这正是天下的臣子们 干脑涂地 以图报效的时候 我们和您都蒙受国家的恩惠 事情如果能成功 便可君臣同享国家的抚运 如不能获胜 则应当粉身碎骨 以报答先帝 当今之事 已经义无反顾 犹如骑虎 怎能中途跳下呢 您如果违背众人心愿 独自返回 人心必定沮丧 人心沮丧必败 那时义军的大旗 将回过头来 指向您了 毛宝对温教说 我能让陶公留下 于是去劝陶侃说 您本应镇守吴虎 作为南北军队的后援 先前既然已经来此 按情事就不能回头 何况军事规则有进无退 不只是说整肃三军 向示众显示必死的信念 也是说后退无所养障 终将置于灭亡 过去杜并非不强盛 您最终将他解灭 怎么到了苏郡头上 偏偏不能战胜他呢 叛贼也是怕死的 并非各个永剑 您可以试着交给我一些士兵 让我上岸去断绝叛贼的君子口粮 如果我不能建立战功 然后您再离开 众人心中便不会遗憾了 陶侃答应了他授予毛宝都护派他前去 靖灵太守李扬劝说陶侃道 现在如果大事不成功 您虽有两米 怎能吃得上呢 陶侃便发出五万十两米 赠送给温教军队 毛宝烧毁苏郡在聚荣 胡熟的军备积蓄 苏郡军军队缺粮 陶侃便留下魏离开 张剑 寒晃等猛攻大业 壁垒中缺水 众人引用粪水 郭默恐惧 悄悄突围而出 留下士兵聚首 西剑在京口 军士们听说后都持惊失色 参军曹纳说 大业是京口的屏障 一旦失守 那么贼兵便可直接到此 无法阻挡 请求退回广陵 以待后举西剑大会 辽蜀佐力 斥责曹纳说 我禀受先帝 顾命脱孤的重任 郑司即使捐躯于九泉之下 也不足为报 如今强扣在旁 重心微惧紧张 你是我的心腹佐力 却滋生一端 我还怎么统帅 严导意识 震慑号令三军呢 西剑准备将曹纳斩首 许久才是免 陶侃准备救援大业 掌使殷线说 我方士兵不熟悉陆战 如果救援大业不能取胜 那么大事便完了 不如猛攻石头 那么大业之围自然会解除 陶听从了他的建议 殷线吉殷荣的兄长 耕武 26日陶侃都陵水军开赴石头 宇亮 温教 赵印率领步兵万人 从白石垒向南 准备挑战 苏俊统帅八千人迎战 太儿子苏硕和部将匡孝 分军先行逼近赵印军队 将其打败 苏俊当时正在靠牢将士 乘着醉意远远望见赵印败逃 说匡孝能败敌 我反倒不辱他吗 于是撇下势众和数名骑兵 向北突击敌阵 但无法突破 准备回身奔向白墓碑时 做其失足颠制 陶侃的布江彭氏 李谦等用矛头射 苏俊坠落马下 被斩首 寡戈之体 骨骸被焚烧 三军将士都高呼万岁 苏俊一步大败 苏俊的司马任让等人 共同推理苏俊兄弟苏义为主攻 关闭城门自首 温教遍梅丽刑台 宣告小玉远近 凡是朝廷援任官吏 绝路在二千石以下的 都传令他们赶赴刑台报道 于是到达的人有如云集 寒晃听说苏俊已死 领兵奔赴石头 管商 红辉攻打亭壁垒 被都护李红 轻车掌使滕汉击败 滕汉及滕的孙子 管商逃奔到雨量处投降 其余示众都归从张剑 冬季十一月 后赵王石乐 想自己率兵救援洛阳 辽佐承侠等极力劝谏说 刘耀孤军深入千里之外 势必不能持久 大王不应当亲自出动 一旦出动难保万全 石乐大怒 手按佩剑 呵斥承侠侠等人出去 于是赦免徐光的罪过 把他召来对他说 刘耀凭借仪仗的胜利 围攻并占据洛阳 庸人的想法都说他的锋芒 不可抵挡 刘耀带领十万甲氏 攻打一座城池 却一百天不能取胜 军队疲惫 士族懈怠 用我方精锐的胜利军攻击 一战便可擒获他 如果洛阳失守 刘耀必定会进攻济州 由黄河北边席卷而来 我们就完了 程霞等人不想任我去 您以为怎么样 徐光回答说 刘耀乘着在高后战胜石火的势头 不能进军逼迫乡国 反而聚首金庸 由此可知他不会有什么作为 凭着大王您的威风 胆略进逼他 他必定是望风败逃 平定天下 就在今天这一战 时机不能错过 石乐笑着说 你说的对于是让公事内外戒严 有敢于劝谏的斩首 命令石刊 石聪和豫州刺史陶豹等各自统领 现有势众汇聚行扬 又令中山公石虎进军占据石门 石乐自己率部 骑兵四万人赶赴金庸 从大渡过黄河 石乐对徐光说 刘耀如果囤军于成高官 这是上策 其次当在落水涉足 坐手洛阳 等于束手旧秦十二月 以害初一 后赵各军汇集成高 有步兵六万人 骑兵二万七千人 石乐见前赵 无兵把守 大为喜悦 用手指天 随后又拍着额头说 这是天意 便命令士族脱下崇甲 马匹咸眉近生 从隐秘的小到日夜间行 由拱线和滋线之间传出 前赵主刘耀 只顾于宠爱的毕臣 饮酒薄细 不体恤士兵 身边人有的加以劝谏 刘耀发怒 认为是妖言 将剑者斩首 直到听说石乐已经渡和 这才商议增强 行阳束手的力量 关闭黄马关 不久在落水巡逻的士兵 与后赵的前锋交战 捉住杰族俘虏送来 刘耀问他 石乐自己来了吗 有多少势众 回答说 大王亲自前来 军事急慎刘耀色变 让军队解除对金庸的围首 在落水西面布阵 有势众十多万 南北延绵十多里 石乐远远望见 更加高兴 对士从左右的人说 可以祝贺我了 石乐率领布 骑兵四万人进入洛阳城 吉卯初五 中山宫石虎带领布兵三万人 从城北向西 进攻前赵中军 石勘 石聪等各带精锐骑兵八千人 从城西向北 进攻前赵的前锋 在西洋门展开激烈的战斗 石乐身穿甲咒 从昌河门出城 夹击敌军 刘耀自少年便爱喝酒 年老后尤为嗜酒 临战前 饮酒数斗 平常乘坐的红马 无缘无故的低手全足 于是改成小马 等到出发时 又饮酒一斗多 到了西洋门 指挥军阵向平坦处移动 石勘城市攻击 前赵士兵大不溃逃 刘耀酒醉昏昏 往后退逃 战马在石渠师祖 把刘耀摔在冰上 受伤十多处 有三处伤及内府 被石勘直获 石乐于是大败前赵军队 斩首五万多级 下令说 我想抓获的只有一个人 此人现已背擒 特斥令将士停止攻击 给他们留下归顺投降的道路 刘耀见到石乐 说石王还能想起我们在重门的结盟吗 石乐让徐光对刘耀说 今天的事情出于天意 还有什么可说的 已有十一日 石乐颁师回京 让征东将军十岁带兵护送刘耀 十岁及十虎的儿子 刘耀伤势严重 坐着马车 让医师李勇和他同车 几亥 二十五日 回到湘国 让刘耀居住在永丰小城 攻击他季妾 严兵为首 右派刘岳 刘震等族内男女人等 穿上胜服见刘耀 刘耀说 我以为你们早就化为灰土了 石王人后 竟然一直保全 又护你们到今天 我杀死石驼 长期以来心中有愧 今日的灾祸是对我的报应 留他们厌引中日 才让他们离开 石乐让刘耀给太子刘兮写信 欲令他急速归降 刘耀却只要求刘兮和各位大臣 匡扶维护国家 不要因我改变心意 石乐见信后 憎恶刘耀 过了许久 便杀死刘耀 这年 承汉的汉宪王李湘死 他的儿子 征东将军李寿 因父桑返回成都 承汉竹李雄 任李为征北将军 梁州刺史 代替李寿 铸屯禁寿 贤河四年 吉丑 公元329年 春季 正月 光禄大夫陆业和兄弟 尚书左铺设陆丸 劝说匡述 献出院成 归附西军 百官都赶来 推举陆业 督查工程军事 陶侃令毛宝 束手院成的南城 邓岳束手西沉 又为将军刘超 势中中亚和建康令馆等筹划 侍奉成帝逃出石头 投奔西军 事情泄露后 苏毅让不将平原人任让 带兵入宫 拘捕刘超 中亚 成帝抱着他们悲声哭泣说 还我是中和右卫 任让夺过他们杀之 当初 任让年少时没有得行 太常华横刃周中的大中正 贬触他的品流 等到任让人苏骏不将 仗是多索诛杀 但见到华横就很恭敬 不敢放人暴行 等中亚 刘超死时 苏毅想连同华横一同处死 任让尽心救护 华横才得以幸免 冠军将军赵印派部将甘苗 在立阳攻击祖约 勿尘25日 祖约成业律左右侍从几百人 投奔后赵 不将千藤率众出城投降 苏毅 苏朔 韩晃合力进攻台城 焚毁了太极东堂和密格 毛宝登上城墙 设死几十人 韩晃对毛宝说 你以勇猛果敢闻名 为何不出来斗斗 毛宝说 你好称是英勇善战的将领 为何不进来斗斗 韩晃含笑退缓 前兆太子刘希 听说前兆主刘耀背勤 大为恐惧和南洋王刘印商议 准备向西保守秦州 尚书胡勋说 如今虽然丧失君王 但国土仍然完整 将士也未叛离 暂且应当集中力量抵御敌军 立友不知时再逃也不晚 刘印发怒 认为这是扰乱人心 将他斩首 随后率领文武百官逃奔上 各地方官员也都放弃自己镇守的地方跟从 关中大乱 将军蒋英 新术拥有势众数十万人聚守长安 派使者向后召请降 后召派时生率领在洛阳的势众前往长安 二月 丙须 十三日 各路军队进攻时透 剑威掌使滕汉重创苏毅 苏硕率领骁勇士族数百人度过秦淮河作战 被温教击败斩杀 韩晃等人恐惧 带着步众前往取阿依附张剑 门道狭窄不便进出 士族互相踩踏 死者上万 西军秦获苏毅将他斩首 滕汉部将曹聚抱着城地 逃到温教船上 群臣见到皇帝 叩头至地 好弃请罪 随即杀死西洋王司马 其子司马波 司马冲 其孙司马松 以及彭承王司马雄 陶侃和任让有就交 为他求情免死 成帝说 此人杀害了我的事中中雅和又为将军刘朝 罪不可恕 于是杀死任让 司徒王倒进入石头 让人取出他的旧有福解 坎笑着说 苏我的福解好像不如你这个王倒面有愧色 丁亥 十四日大赦天下 张剑怀疑洪辉等人背叛自己 将他们全部杀死 率领水军从严陵准备进入无星 已为二十二日 杨烈将军王允之与张剑交战 重创张剑的军队 俘虏男女一万多人 张剑又和寒晃 马雄等人西奔顾张 西剑派参军李洪追击 在平陵山追上他们 张剑等人全部被杀 此时剑康的宫阙化为灰烬 用剑平原全冲攻势 温教想迁都治愈张 三无的豪杰们请求迁都会击 纷纷云云未有决断 司徒王导说 孙权刘备都说 剑康是帝王的宅府 古代的帝王 不一定因为物品的封建迁都 只要物本节用 还愁什么暂时的凋敝 如果不认真从事农作 那么乐徒也会变成荒虚 况且北方的寇贼游魂 在窥测我们的可乘之机 一旦表现出虚弱 奔窜至满月之地 无论从声明和实际考虑 都不是好办法 现在只该保持宁静 人心自然安宁 因此不再迁都 朝廷让楚出任丹阳寅 当时正是遭兵火之后 人口物品貂残 楚收老召集散失的人口 京城这才安定 人寅29日进江湘州并入荆州 三月人子初时 平易平定苏郡的功绩 任陶侃为士忠 太尉封长沙郡公 加授都督郊州 广州 明州诸军事 西建为士忠 司空 南昌县公 温教为票旗将军 开辅宜同三思 加授散其长室 史安郡公 陆叶进爵为江陵公 其余赐封爵位为 侯 伯 子 南的很多 辩胡及二子辩 辩须 桓夷 刘超 忠雅 杨曼 陶瞻 都追赐士号 陆勇 匡树 贾宁 都是苏郡救党 苏郡没有败亡时 陆勇等人 判离苏郡归赴朝廷 王导祥赏给他们官决 温教说 陆勇等人 都是苏郡的心腹 首先参与并导致霍乱的 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 后来虽然觉悟改正 但不足以全熟以往的罪念 能够保全首级 已经是很大的侥幸了 怎能再包扬宠爱他们呢 王导这才停止 陶侃因为江陵偏远 移居镇守巴林 朝廷中商议 想留温教辅佐国政 温教认为 王导是先帝任命的人选 坚决辞绝 归还繁琐 他又因京城荒凉残破 缺乏资用 于是留下物资储蓄 供给器物用品 然后回到武昌 成帝由石头脱困时 宇亮见到成帝 扣手哽咽 成帝下诏 让宇亮和大臣们 都登上寓座 第二天 宇亮再次扣头 致得请罪 祈求免去自己职位 想全家投身于山海之中隐居 成帝派上书 适中拿手写照书 安慰劝于他说 这是国家的灾难 不是娘舅的责任 宇亮尚书自己陈述说 祖曰 苏骏 四行兄弟之事 罪过由我引发 即便寸寸斩戈屠戮 也不足以向奇妙的神灵谢罪 不足以平息天下人的责难 朝廷又有什么道理 在将我与他人相提并论 我又有什么脸面 跻身于人伦呢 希望陛下即便是次将宽幼 保全我的头颅 也就行了 对我还是应当抛弃不顾 让我自生自灭 那么天下人便能粗之 劝善罚恶的纲要了 承帝下诏劝魏 不同意 宇亮又想顿逃于山水之间 从济阳出发向东 承帝下诏 让负责官员扣夺周船 宇亮便请求外出镇守效力 出任都督豫州 扬州地段长江以西 宣称诸君氏 豫州次氏 兼领宣称内氏 镇守吴湖 陶侃温教征讨苏俊时 传部习文给个地方官员 让他们各自领兵前来援助 湘州刺史 一阳侯便敦 拥兵不前 又不供给军粮 只是派都护带领几百人 跟随大军而已 朝野人士莫不奇怪 惊叹 等到苏俊被平定 陶侃奏议 辩议便敦阻碍军务 持观望态度不复国难 请求用砍车拘捕 送交庭位治罪 王导认为在桑万之后 应该表现宽幼 转任便敦为安南将军 广州刺事 便敦因病不能复任 征召为光禄大夫 兼领少府职 便敦忧愁愧疚而死 追赠原先官职 授予散期尝试 嗜好境 陈司马光曰 宇亮以外戚的身份辅佐朝政 首先引发祸端 国家毁坏 君主危殆 自己却逃窜 以求苟免 便敦位列方阵大员 兵员和粮食都很充足 朝廷轻负之时 却做官胜负 人臣的罪过 哪有比这更大的 但朝廷对他们 既不能运用典型张明罪过 还用宠信绝路回报 晋成帝无国政可言 由此也可知晓了 应当承担这种责任的人 难道不是王岛吗 成帝改封高密王司马 为彭城王 司马及司马雄的兄弟 夏季 四月 以为二十三日 使安中武功温教故去 葬在豫章 朝廷想在原地 明帝的陵墓北边 为他建造大墓 太尉陶侃上表说 温教的忠诚著称于盛世 功勋结义 让人神感动 假如人死有之 难道会为今天这种 劳迷伤财的事情高兴吗 希望陛下慈爱有恩 停止遗葬之事 成帝下诏 听从了他的意见 朝廷任命平南军司 刘印为江州刺事 陶侃 西建都说 刘印不具有方面大元的才能 司徒王导不听 有人对王导的儿子王岳说 如今是大难之后 国家的刚迹持泄不振 从江陵到健康的三千多里间 流民数以万计 散布在江州 江州是国家的南部屏障 要害之地 而刘印以自己喜好奢侈的性格 横卧室内懒散的对待政事 即使没有外部的事变 也必有内患 王岳说 这是温教的意思 秋季 八月 前兆南洋王刘印 率数万势众游上奔赴长安 隆东 武都 安定 新平 北地 福丰 史平各郡的荣敌 吉华夏族都起兵应从 刘印囤军于重桥 石生还城自首 后兆令中山公石虎 率骑兵二万人救援 九月 石虎在一区大败前兆军队 刘印逃归上 石虎乘胜追击 尸体枕几千里 上北攻破 石虎擒获前兆太子刘兮 南洋王刘印及其将军 巨王 公卿 校尉以下三千多人 全数杀害 把前兆朝廷的文武官员 关东刘民 秦州和雍州的大族九千多人 迁徙到乡国 又在洛阳坑沙武郡的 屠各部人众五千多 石虎进攻河西枪族的 吉木起步 获胜后俘虏数万人 秦州 隆西全部平定 低族王蒲虹 枪族首领姚义仲 都归降石虎 石虎上表 剑举蒲虹 监察六一军事 姚义仲任六一座都督 把低族和枪族的 十五万村落居民 迁徙到四州和冀州 当初 隆西的鲜卑族 起伏树岩部 居住在苑川 侵犯吞并临近部落 人马强盛 等到乾兆灭亡 起伏树岩未聚 千至麦田 起伏树岩死后 儿子起伏大汗激励 起伏大汗死后 儿子起伏思反激励 江州刺史刘印 崇尚豪舍的作风 日益严重 专门从事商业饭运 巨脸家财百万 纵情于饮酒作乐 不问正事 冬季十二月 成帝下诏征召后将军郭墨为右军将军 敦墨乐于出任戍边将领 不愿意再经素尾 把自己的心意告诉了刘印 刘印说 这不是我所能干预的 郭墨将要复兆进京 向刘印请求资助 刘印不给 郭墨由此怨恨刘印 刘印的长使张满等人 素来轻视郭墨 有时赤裸着身体见郭墨 郭墨经常恨之切齿 腊日 初八 刘印赠送郭墨小竹和酒 郭墨当着使者的面 把物品扔到水中 适逢主管官员奏称 如今朝廷府库空姐 百官没有俸禄 只是借助于江州的草原 而刘印的商旅不绝于路 因私利废弃公事 请求免除刘印官职 凑事下发朝廷平议 刘印没有惭愧认罪 他自己还在身边冤屈 有寄予他地的侨人盖遵 强抢民女为妻 张满让盖遵送你回家 盖遵不听 却对郭墨说 刘印不服从免官的命令 秘密的有所图谋 和张满等人日夜策划 只是忌惮您一人 准备先除掉您郭墨信以为然 率领自己的门党等 到早上门开时袭击刘印 刘印手下的江丽准备抵抗 郭墨呵斥他们说 我禀受赵书讨伐有罪之人 敢妄动着诛灭三族 随即进入到寝室 把刘印拉下床后斩首 出屋后又抓获刘印的 辽佐张满等人 诬陷他们谋反 全部斩首 郭墨将刘印的首级 传送到京师 诈写赵书宣誓内外 又掠取刘印的女儿和各位侍妾 连同金银珠宝一起带回船上 起初说要回返京城 不久停留在刘印旧府 郭墨招引乔国内使还轩 还轩坚守驻地 不从命 这年 贺兰部及诸位大人头领 共同推立拓拔一怀为代王 代王拓拔戈纳逃本宇文部 拓拔一怀派兄弟拓拔 他拾一间道后照做人质 请求和好 河南王土颜 雄壮勇敢但多有猜忌 枪足首领江葱刺杀他 建入体内 土颜不拔剑 照不将割 让他辅佐自己的儿子叶炎 保守白蓝 然后拔剑而死 叶炎孝顺好学 认为按照李毅 公孙的儿子 可以用王父的自为姓氏 于是自取国号叫土玉魂 贤河五年 耕吟 公元三百三十年 春季 正月 刘印的首级送到建康 司徒王岛因为郭墨骁勇 难以控制 己害初一 大赦天下 把刘印首级悬挂在大行势众 任郭墨为江州刺事 太尉陶侃听说此事 袖子一甩站起来说 这必定有诈 随即要率兵征讨郭墨 郭墨派使者送交妓妾和眷务 并写密诏呈送给陶侃 陶侃的辽佐大多劝谏说 郭墨不禀受赵令 怎敢干这样事 如想进军 应该等待赵书 陶侃神色严厉地说 国家的君主年幼 赵令并非出于己义 刘印被朝廷所重用 虽然所认非财 但为何胡乱遭到急刑处罚 郭墨是仗骁勇 任职刑事贪婪横暴 因国家大难刚刚平定 朝廷法令刚计宽松简略 想乘机四行无计罢了 辩派使者上表陈述郭墨罪状 并且给王导写信说 郭墨杀死地方长官 就任用他为地方长官 如果害死宰相 是不是就要任用他为宰相呢 王导这才收起刘印的首级 给陶侃付信说 郭墨占据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 再加上有舰船为其所用 所以包含忍耐 让他占据那地方 朝廷因此得以秘密戒备 等足下大军到达 风驰覆敌 这难道不是暂且顺从 等待时机再定大事的策略吗 陶侃笑着说 这的却是对此贼屈从的策略 玉州刺食羽量 也请求征讨郭墨 成帝下诏 授予羽量征讨都督 率领部 骑兵二万人去与陶侃会合 西洋太守邓月 武昌太守刘易 都怀疑环轩与郭墨同谋 玉州西曹王隋说 环轩连祖冤 尚且不肯服从 怎肯与郭墨同谋呢 邓月 刘易派王隋到环轩处 观察他的动向 王隋劝说环轩道 您心中虽然不是这样想 但却无从证明自己 只有把您的儿子交给我 环轩便派儿子环荣和王隋 愉快而迎接陶侃 陶侃争认环荣为自己的疗蜀 上表举荐环轩任武昌太守 二月 后赵的群臣 请求后赵王石乐及地位 石乐便号称大赵天王 行尸皇帝的事务 又立妃子刘氏为王后 世子施红为太子 人儿子施红为票 高齐大将军 都督中外军事 大蝉鱼 封为秦王 石兵为左卫将军 封为太原王 石灰为辅国将军 封为南阳王 任中山公石虎为太尉 上书令晋升爵位为王 任石虎的儿子石岁为冀州次使 封为齐王 石宣为左将军 石挺为士忠 封为梁王 又封石生为河东王 封石刊为彭城王 让左长使郭敖任上书左铺设 右长使成侠任有铺设 兼领立不上书 左司马奎安 右司马郭音 从事中郎李凤 前郎中令赔县 都认为上书 参军士徐光为中书令 领秘书间 其余的文武官员 拜官封爵各有差等 中山公石虎发怒 私下对齐王十岁说 主上自从建都乡国以来 端身拱手 坐享齐城 靠着我身当剑时 冲锋陷阵 二十多年来 在南方秦霍刘月 在北方赶跑索头 向东平定齐 鲁之地 向西平定秦州 雍州 攻克十三座周郡 成就大兆工业的是我 大禅瑜的称号应当授予我 现在却给了奴婢所生的黄文小儿 想起来令人气愤 寝食难安 等到主上驾崩之后 我不会再让他活命 成侠对时乐说 天下大体平定 应当张明善乐顺逆 所以汉高祖赦免祭部 斩杀丁工 大王自从起兵以来 见到忠于自己君主的人 就包养他 见到背叛主上不尽缠结的人 就诛杀他 这正是天下人之所以归从圣德的原因 现在祖约还活着 我私下为此迷惑不解 安息将军姚义仲也这样说 时乐便拘捕祖约 连同他的亲属门人等一百多人全部诛杀 妻妾或儿女则分赐给诸胡人 当初祖替有胡族奴仆 叫做王安 祖替十分宠爱他 在雍秋时对王安说 时乐与你是同一种族 我也不在乎你一个人 送给他丰厚的资财 遣送他回去 王安因为勇敢能干 在后照做官 任左卫将军 等到祖约扶诛时 王安叹息说 我怎能让祖替绝后呢 于是前往街市观看行刑 祖替姬妾所生的儿子祖道仲 年方十岁 王安悄悄救出他带回家 把他藏匿起来 为他改换服装装 做出家人 到石室灭亡后 祖道仲重重新回归江南 郭默想向南战军豫章 适逢太尉陶侃的军队到达 郭默出战不力 进城固守 用米堆成雷宝 显示自己粮食有余 陶侃修筑土山对着他 三月 雨量的军队到达盆口 各路军队会骑 夏季 五月 以冒十九日 郭默部将宋侯捆绑着郭默父子出城投降 陶侃在军门将郭默斩首 把首级传送到建康 同党被处死的有四十人 朝廷下诏让陶侃都督江州 兼领刺史 让邓岳督察郭州 广州诸军市 兼领广州刺史 陶侃回到巴陵 接着迁移镇守武昌 雨量回到吴湖 拒绝接受绝路赏赐 后赵的将领刘征 率领数千势众 渡海抢掠东南各县 杀死南沙都尉许如 张骏乘着前赵的灭亡 又收复黄河以南的师弟 直至敌道 设置武屯护军 与后赵接壤 六月 后赵派红炉孟义 授予张骏征熙大将军 梁州牧赐给九熙的礼遇 张骏把做后赵的臣子 看作耻辱 不接受封职 扣留孟义不遣返 当初 丁灵人狄斌 是带居住在康居 后来迁入中原 至此时前来后赵朝建 后赵让狄斌当剧厅王 后赵群臣坚持 请求十乐福政皇帝尊号 秋季九月 后赵王十乐及地位 大赦天下 赶年号为建平 文武官员风职着升 各有等质 策立妻子刘氏为皇后 太子施洪为皇太子 施洪喜好写文章 为人亲近敬礼儒雅之事 石乐对徐光说 施洪和岳安显 全然不像将军世家的儿子 徐光说 汉高祖靠马上的功绩 夺取天下 汉文帝屏障沉静 无谓巩固天下 圣人的后代 必定有始凶暴之徒化为善 因而可以废除行路的人 这是上天的规律 石乐十分高兴 徐光趁势劝说他 皇太子仁孝温公 而中山公却凶暴多诈 陛下一旦此事 我怕国家就不是太子 所能具有的了 应该逐渐减少中山公的权势 让太子早些参与国政 石乐心中同意 但未能照办 后召荆州监军郭靖侵犯襄阳 近的南中郎将周府监察 缅北军事 屯军襄阳 后召国主石乐 以游易传书的形式 赤告郭靖后退屯军返城 让他将旗帜收卷藏起 寂静如同无人 石乐说 他们如果派人观察 便告诉他说 你应当自我真爱 兼顾防守 再过七八天 骑兵大军就将到达 和我们相互侧应 你们再也逃不掉了 郭靖让人到渡口洗马 周而复始 昼夜不断 密探回去告诉周府 周府以为 后召大军到达 心中恐惧 逃奔武昌 郭靖进入襄阳 中州的流民 全部归降后召 为该的兄弟魏霞 率领部中从石城投降郭靖 郭靖毁坏襄阳城 把居民迁到棉水以北 在樊城修筑城堡束手 后召让郭靖任荆州刺史 周府作罪被免官 修徒王石枪被判后召 河东王石生攻破他 石枪逃奔梁州 西平宫张俊恐惧 遣返孟义 让自己的掌石马山 向后召称臣进贡 建康重心建造新的皇宫 贾臣 初时 竟改封乐城王司马钦为和监王 封彭城王司马的儿子司马骏 为高密王 冬季 十月 成汉的大将军李寿 督察征南将军费黑等人 攻取巴东的建平 巴东太守扬迁 监军秋傲退走保守一都 贤河六年 新卯 公元331年 春季 正月 后召刘征又侵犯楼县 截掠武进县 西建将其击退 三月 任虚硕 初一 出现日时 夏季 后召国主拾了道业 准备迎建新的公使 庭位 上党人续贤 苦苦劝谏 拾了发怒 要将他斩首 中书令徐光说 即便续贤的话不能听从 也应当宽容他 怎么能因为一时直言 便斩杀猎青呢 拾了叹息说 作为君主 如此不能自己决断吗 寻常百姓家资达到一百匹 还想买住宅 何况我富有四海呢 这宫殿终究是要迎建的 我暂解下令停止建造 用以成全我的耿直大臣的正气 于是赐给续贤卷一百匹 稻米一百湖 又下诏 让宫卿以下官吏 建举贤良方正之事 并且命令被建举的人交相推荐原引 用以开拓求贤的途径 在乡国城西建起明堂 辟庸 灵台 秋季 七月 承汉的大将军李寿 进攻殷平 武都 扬南敌投降 九月 后召国主石乐 又迎建业成功事 把洛阳作为南都 设置刑台 冬季 冬季太庙 成帝下召 把祭祀剩下的坐肉 送给王岛 并且令他不用下拜谢恩 王岛已有病为由推辞不敢承受 当初 成帝即位时 年纪又小 每次见到王岛 陛下拜 给王岛的守照则说 惶恐而言 中书写的赵书则说 敬问 负责官员议论说 元旦大会群臣时 圣上应当礼敬王岛吗 博士郭熙 杜元平义 认为 李书没有君王拜大臣的记载 我们认为应当免除礼敬 始终逢怀平义 认为 天子驾临辟庸 拜见三老 何况是先帝的太师太父 我以为应当贝加礼敬 始终寻义平义 认为 元旦是一年中朝会中的第一次 应当显明君臣各自的身份 因此不应当礼敬 如果是另外日子的小朝会 自然可以贝加礼敬 成帝 下诏顺从他的意见 寻义即寻祖的儿子 慕容派使者送信给太尉陶侃 劝他起兵北伐 共同阔清中原 慕容的辽蜀宋该等人 共同平议 认为慕容在边陲 异于建立工业 职位卑微 责任重大 等之未加区别 不足以震慑滑下和胡怡 应当上表请求 提升慕容的官爵 参军韩恒批驳说 建立功绩的人 忧虑的是诚信 道义不张明 不忧虑名位不高 齐桓公 晋文公 有匡扶天下的功绩 也没有事先要求天子 按理治加以任命 来号令诸侯 应当修缮甲咒 兵器 除灭群凶 功成之后 九夕的礼遇 自会得到 这比起求君主要宠爱 不也光荣些吗 慕容不高兴 让韩恒出任新昌令 于是东夷 孝伟 与丰秋等人写书文 上奏陶侃幕府 请求封慕容为燕王 涉行大将军事 陶侃回信说 工业成就 加官进决 这是古人的固有制度 车其将军慕容 虽未能为朝廷摧毁时乐 但忠诚仁义 尽心尽力 现在我把书文禀报给圣上 同不同意 受官早晚 应当由朝廷决定 亚洲 作为 对 词 贸 贸